事项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爱情也是免费的 没说说爱情是免费 没钱能活吗 对 还说起北风了 有一种爱情 那不是免费的 那是奸情 真正的爱情都是免费的 赞同此理的鼓掌 视频中枪声涂雷老师的女人是小周 那么她为何能如此的理直气壮呢 竟当着全国电视机观众面前 怒枪第一情感导师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你所说的不免费的爱情那都是交换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意见 只是希望在真正到了某一天的时候 当你真正感觉到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我才不会找他呢 好家伙 涂雷老师说一句他顶一句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麻烦屏幕前的帅哥美女 长按点赞加关注 祝您幸福安靠 今年必发大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经了解中得知 今年23岁的小周 是一个天天泡巴的夜店女 和男友小颜相恋一年 在这一年里 两人感情一直不好 可就在不久前 男友终于忍无可忍爆发了小宇宙 他根本不理解女友 为何要夜夜升格 物色各种男人 更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会如此不讨女友的喜爱 你说他夜夜生肖是吧 对 天天都去吗 有点夸张吧 基本上都是吧 这没什么夸张的 看来 在小周眼里 一个星期去泡巴八天 根本不算什么 起初小颜为了讨好小周 陪他去过好几次酒吧 可没想到的是 女友竟认识酒吧里的所有人 只要是去 所有人都会向他打招呼 不仅如此 女友还从来都不介绍 自己是男朋友的身份 这让小颜根本无法接受 没觉得有什么可介绍的 跟我在一起不是我男朋友 我还需要解释吗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多大点事啊 什么叫事 我问你 天天晚上不回家 那也不叫事是吧 面对男友的说法 小周表现得振振有词 丝毫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 甚至把一切责任 都推卸到男友头上 我打电话为什么不接呢 没听见 你我还不知道吗 你是个手机控 手机24小时都不离开事 打个电话能听不着吗 哎 就像那天似的 你打电话我接了呀 我跟你说了 我在夜店呀 是 打了一下午的电话 到了晚上11 12点的时候 你才接 接到电话的小周 只是随便丢下两句话 表示酒吧太吵 有时回家再聊 让男友不要爱着自己 和其他男人喝酒 对呀 那我就回家说呀 回家你说什么了 回家你说 你躺在一会儿 你就说我累了 我不想说了 我睡觉了 你什么解释都没有 你要我可以解释什么 累了不就先睡觉吗 我还解释 你最起码得解释说 为什么不接电话吧 看来 小周就是个自私到极点的人 从来都不照顾男友的任何感受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随后 主持人便问出关键问题 他每天去泡巴 都玩到极点钟才回家 基本上都是 后半夜能回来吧 夜店有前半夜开门的吗 那你们每次 为什么非得去夜店玩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 显然 夜店才是小周真真正正的家 不仅如此 他还多次欺骗男友 就有一次 小周撒谎骗男友说 要和闺蜜去游泳 可没想到的是 男友在朋友圈 发现了他发的照片 照片里竟没有一个女的 全是光着膀子的大老爷们 这可把小言给气坏了 闺蜜今天走了 我是不是还在 给你今天打一电话呀 那你最新嘛 你也告诉我一声好吗 我就是拍照片 我又没搂人 没亲人 怎么了 我就纳闷了 显然 小周自始至终 都不觉得自己有任何过错 还在舞台上振着有词 对着男友大喊大叫 还丝毫不在意 男友的任何感受 就从恋爱以来 他从来都不在朋友圈 晒过和男友的任何一张照片 我觉得没必要 什么叫没必要 我不想跟那些熟的女生一样 晒幸福都什么年代了 最起码你安慰我一下 你应该发一张 意思意思也有吧 你还不知道 是不是我以后老公呢 能不能跟你走下去呢 觉得这事有一百万百吗 好家伙 有啥好安慰 还不是老公 不难看住 小周就是个 从来只会以自己为中心的人 这是连主持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还有什么好谈的 赶紧分了算了 那么男友这边 还有什么话要说呢 你玩的时候你应该告诉我一声 你跟谁去 或者是干什么去 或者是你早点回家也可以 或者是你接个电话也行 他从来都没有 那你就玩你的呗 对啊 我说了我让他出院 他跟别人出去我没管过啊 我没阻止过他 不仅如此 小周还表示 自己必须得有自己的空间 还认为自己不能被男友24小时看管着 当主持人问到小颜是否就这些所事时 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可小周却马上打断抢着发话 少来的怎么没别的呀 我上回老家 你还把我拽回来呢 你为什么回老家 自己心里没事吗 回家看我妈不行啊 你是回家看你妈妈 我想我妈 是吗 是 你确定吗 怎么不确定 你们别这个话里有话的 他不去看他妈 他看谁去了 原来吵架回娘家的那天 正是两人一周年纪念日 小颜当天兴高采烈的 安排了烛光晚餐和鲜花 就是希望可以给女友 一个浪漫的节日 可没想到女友却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回 还有一位风度翩翩的男子 专车送他回家 这直接把小颜给气坏了 就是说对这个日子 你都没有去在意 你不觉得那天很重要吗 不觉得 要真的觉得特别相爱 还哪天都是纪念日 还用的非得定一日子吗 反正他都常有理 不是我常有理 本来就是啊 是是是 连主持人都看得出来 小周有史实中 都在不断的找借口 当时女友回到家里 小颜第一时间 询问送他回家的 那个男人是谁 可没想到女友 却死活都不告诉小颜 还说懒得跟他解释 有没有背叛 早已一目了然了 我说了朋友啊 我同事做啊 有朋友送回来的是吧 对啊 往顺路啊 每天有不同的人送你 天天都顺路吗 那公司上那么多人都顺路吗 怎么了 好家伙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公交车吗 谁都可以上 而随后 小周还表示 自己穿得这么漂亮和鲜艳 就不应该去那些地方 跟别人挤公交挤地铁 就那次跟女友吵了两句 本以为女友过两天就会回来的 没想到她一去就在老家 待了一个多星期都没有回来 甚至电话也不接 于是 小颜就联系了女友的闺蜜 不联系还好 一联系发现原来女友是去找在一起 四年的前男友了 两人还天天打电话和发短信 各种暧昧 还说前男友一直在等着自己 这让小颜一下子傻眼了 显然 女友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了男友身上 她还认为和男友并没有藕断四连 已经从之前轰轰烈烈的爱情 转变为亲情了 她还在舞台上不顾男友的任何感受 小颜知道这时候 立马去老家把女友拉回来 当时的小周还信誓旦旦答应 自己会尽量少去酒吧 可没想到回到家后 女友还是死不悔改 从老家回来待了好久 一段时间我都没去 我也没看到好哪里去 还是一样 当主持人问到男友哪里不好时 小周竟说她平时不帮自己洗衣做饭 不像保姆一样照顾自己 我平时工作忙 你就不能做一点吗 我不会 我认识你说我告诉你了 你说你会 不是那姑娘你会什么呀 我啊 我上班挣钱呀 我靠她养我早死了 小周这嚣张跋扈的嘴脸 谁看了都觉得恶心 随后主持人便问小周 是不是一般去夜场都要花很多钱 没想到小周的回答却让众人震惊 有女生去夜场花钱的吗 这我还真不知道 又不买门票 我开卡什么的 酒拜好了 人去就行了 就是有一些那个开车送的男人在那等好了 是吧 是啊 还开车接我呢 打车钱都不要 她也没车 显然 小周就是天天诱惑这些男人来伺候自己 她认为那些冤大头都是自己自愿的 自己并没有强迫他们去干这些事 还把这是以此为荣的向全场炫耀 每天去那是很快乐是吧 是啊 不快乐我去那干嘛 那也不一定 去南过啊 也有人去找南过 那我不是 看来小周就是别人口中妥妥的夜店女 反正别人说什么她都句句反驳 而从来都不理会对面难受的男友 我觉得她不难过 因为认识了我 她怎么会难过呢 好吧 我问问啊 你认识了她 你难过吗 小妍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已经说明了所有问题 随后主持人问道 那你现在最介意女友什么呢 就觉得可能说她朋友和男朋友的这个界限 搞得不是特别清楚 我挺介意这个事情 显然 小周就是和各种男人都暧昧不清 甚至不管男友的任何感受 这时主持人就奇怪了 明明小周对男友已经百般嫌弃了 那为什么还要跟她在一起呢 小周说出了真相 感觉她跟夜店里的不太一样 夜店里那些人是什么样 她是什么样 给描述描述 有了今天没明天 今天晚上睡觉 明天早上都不认识那人呢 她不是啊 踏踏实实的 要不然什么都没有一三无产品 我能跟她吗 原来 小周图小言就是图她是个老实人 但她把男友比如成三无产品属实太过过分 反正就是有个男友让自己玩爽 还能在夜店里每天寻求开心 这就在快乐不过了 快乐是有今天没明天 睡了一觉第二天都不认识是吧 那快乐跟我没关系 我不是有今天没明天的 要不然我也不会找她呀 我说是那些男人 实际上在你眼里根本瞧不起他们是吧 还行吧 都一样 看来 在小周眼里 无论是每天给她买单的舔狗们 还是面前这个爱着她的忠实男人 小周还是自始至终都瞧不起他们 既然这样 嘉宾老师们又会怎么看待面前这位渣女呢 好女人讨厌她 坏女人讨厌她 好男人讨厌她 只有一种人喜欢她 就是浪荡的坏男人喜欢她 陆琪老师表示 小周自以为每天生活都很开心 其实就是在天天混日子 根本不是个人干得出来的事 自以为把男朋友跟朋友界限分得很清楚 其实根本就毫无下限 嘴上振振有词啊 全是她的道理 不难看出 陆琪老师一眼就看得出小周满嘴狡辩 还从来听不尽别人的劝道 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陆琪老师认为 小颜在小周眼里就是个保姆 根本算不上男友 不在朋友圈晒合照就算了 还不对外宣布男友的身份 这不就是妥妥的渣女一枚吗 随后陆琪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一番看法 看你的生活 白天你要睡觉 下午上班 晚上要去夜店 在一起两年多 你们这叫生活吗 我不知道是什么 灌输了你一种利用的一个观念 谁你都在利用 显然 小周过的是生活 但那也是行尸走肉的生活 徐伟老师表示 为什么小周会选择小颜 根本就是图她能天天给自己做饭洗衣服 随后明确告诉小周 那些所谓请你喝酒的男人 你看不起他们 其实他们也是看不起你这种女人 他们想我 这跟我没关系 对啊 所以说你想吧 我又不会跟他发生什么 所以说你想吧 今天没明天 明天谁也不认识 我回家了 明天说不定后面 你觉得你赚了很多的便宜是吗 但你恰恰就是你傻的所在的 徐伟老师还认为 虽说每天小周专车接送酒吧 还不用花一分钱 但他却不断的伤着面前 这位爱着他的男人 我没觉得他有多好 这就是我最后要说的 女孩你爱他吗 爱呀 不爱我能来吗 这么轻松的说爱 然后你种种的事实 又说明根本就一点都不爱他 轻挑的说爱 表情还嚣张跋扈 爱不爱早已一目了然了 随后继续炮轰面前 这个不负责任的女人 况且还留了一个备胎 在你的家乡那个前男友 他在等你 他自愿的 跟我没关系 他多自私啊 自愿的 不关自己事 没想到此时的小周 还如此的理直气壮 而紧接着 坐在一旁的徒伟老师 根本按捺不住 我只讲道理 你们愿意听进去就听进去 不愿意听进去 我就当时讲给观众 看来连徒伟老师 都认为面前这位渣女 根本不会听进去 别人说的任何话 他从来都是认为 自己才是对的 丝毫不觉得 自己有任何过错 一个太把自己当人看了 一个太不把自己当人看了 是你的就是你 不是你的就不是你 你既然珍惜了 你在乎了 你努力了 如果他还要走 那只能说明是他人品有问题 跟你没有关系 你做好自己都可以了 太过了就好 徒伟老师这招纸丧骂怀真是高 嘴上没一句说的 话里却句句都在说的 像小周这种女人 就应该早点离开 不过 徒伟老师作为最强情感导师 就是来帮助大家的 徒伟老师还是希望 可以挽救面前的这位女人 真没想到此时的小周 还在政治有词 徒伟老师说一句 他顶一句 句句顶到心头上 真的是没救了 你所说的不免费的爱情 那都是交换 好吧 我知道我今天无法说服你 我只想告诉你的事 你可以不听我们的意见 当你真正感觉到你沦落了 或者你孤独 你伤心的时候 记住 千万不要来找男嘉宾 我差点不会找他呢 一句才不找的 谁都能看得出来 所谓的男友就是个工具人 刚刚还口口声声说爱男友 是不是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最担心 你们所有人的话 变成最后一个成语 叫对牛弹情 对牛弹情 其实不是牛的错 是人的错 你懂吗 最后的小周还在不断反驳 或许 在他心里全世界都是他的敌人 全部嘉宾老师主持人 都希望挽救他这种行尸走肉的生活 只是他不理解罢了 听进去听进去 听不进去呢 全当大家之间的交流 我倒觉得有几句话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这句话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不要认为你接近了权力 你就是权力的拥有者 不要认为你接近了财富 你就拥有财富 不得不说主持人的情商是真高 侧面告诉女孩 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并不是你真正拥有的东西 或许 我们真的想不明白 小周心里想的是什么 更不清楚 他究竟在追求怎样的生活 但是我们都知道 年轻都是有个性的 谁不是这样走过来的呢 既然小周认为自己才是对的 主持人希望现场 所有人拿起手里的表决计 觉得小周对的就赞成 错的就是反对 可没想到结果 却让人大吃一惊 果然这个世界上 牛还是少 人才是多的 你会选择这样一种类型的女孩 做女朋友吗 不会 为什么 太不上心了 觉得他俩不合适 是什么不合适 是人之间不合适 还是这观念本身就是错误 观念本身不 错误 不难看出 真正有问题的人是小周 既然这样 主持人就让个生活有阅历的人 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既然全场都认为小周生活太有问题了 连全部嘉宾老师和主持人都说服不了的 那么 两人这段坎坷的爱情 又是否会继续走下去呢 我们拭目以待 事已至此 虽说两人都选择了离去 但全场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甚至每人都是脸上挂带笑容 我们恭喜小伙子 希望他能找到一个真正爱着自己的女人 而女孩这边 我只能说 今天所有人对你说的话 你长大了肯定会无限感激 再回想今天你会后悔不已 你会明白今天自己就是那个牛 所有人其实都是在挽救你而已 那么 最后大家又是怎么看待小周这种渣女呢 又是怎么看小颜这种男人呢 可以通过下方评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